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花莲县秀林乡在民国九十九年成立了行动书香列车 主要是为了改善偏向资源不足的问题 除了到各校巡回外 还会有故事妈妈们半读 提供孩子们更多的阅读机会 当时妈妈到我们的各校去做一个推广阅读 然后说故事 那说故事之于就是启发小朋友对书的一个好奇 那主要是让他们对阅读的兴趣 许多部落的孩子除了受到城乡差距影响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生活环境不好 导致在学业以及阅读能力上有着非常大的困难 故事妈妈不仅刀各校说故事 同时还给予孩子们最重要的陪伴 陪伴孩子在阅读这一方面 我觉得我们可以激励实力 由故事陪伴孩子 在这故事当中也可以让孩子学起不同的一个领域 跟带他们就如带自己的小孩子 用心带 然后小孩子脸上的笑容都是 让我们觉得再辛苦也都值得 在带怨故事妈妈时 偶尔的瞬间会感到疲累辛苦 不过最令人感动的地方 莫过与孩子们发自内心的拥抱 脸上的笑容 如同支撑故事妈妈们坚持下去的动力 新北市的三峡过去是阮阮的重症 这几年在有心地方人士的推动下 振兴阮阮的记忆 尤其每年举办的阮阮节 让许多人可以亲手接触阮阮之美 也了解阮阮这一项记忆文化 兰草曾经是康庸前盛世时期的重要作物 但随着化学染料的出现 传统染布工艺逐渐视为 技术也随着失传 此时南投有一群人 开启了传统染料富裕计划 草屯国立工艺研究所的研究员马分妹 开设研习会辅导农民种植 三角用文化协定会接触后 希望能将这项技术带回三峡 换回在地居民的认同感 男人展示中心和染工坊提供一般民众染布体验 除了指导如何折布染布 老师也会解说植物的种类 总干事刘美玲表示 协会希望能从教育着手 早期我们都到各个学校去做一些推广的 那现在就是有些学校如果有支援 那希望我们去学校协助 这个我们也都会去 回溯三峡老街的历史 它原先就是一条染布街 起因是鲜明来台市种马兰 发现这种植物非常适合三峡 阴暗潮湿的环境 在原料供应充足的条件下 便促成了这个产业的形成 这个产业以前是生活必需品 就是生活中你衣服怎么了 以前的选择就这样子 可是现在的是多样的 可以选择更多 那现在这样子要每一年的夏天 就是暑假的时候 都有一个蓝燃节活动 现在失传的几率会比较低了 虽然这个产业它是已经可以形成 可是这个产业要让你的收入增加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